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现在其实都挺屯废的 是 这种有一种惊弓闪闪的感觉 死前的这样的一个璀璨 你看 人家就是有文艺范 然后海陆为什么今天特别适合来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印象很深 他演的很成功的角色 就是演麦野女 所以他今天正好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来说一说你们上海人嫖娼的事 这件全打击了 打击面太广了 你们影星关注这个社会新闻吗 关注啊 这次招嫖门你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 社会很开化嘛 很开化 对对对 我发现就是这个 什么吸引你 我觉得大家的需求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因为角色的 男的大家 我都是男女不限 对 什么意思 有鸡就有鸭呀 我觉得 啊是吗 当然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哎呦境界啊海陆 那当然了 但大家需求是一样的 就不能光是男人玩女人 对 女人一样玩男人 对这次的焦点是在男人这个上面 但是你怎么知道女人没有得到快感呢 我这一下我就心里就放开了 我觉得你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视野 在这个意义上讲啊 我觉得我们都能比他们别的媒体啊 讲的这个开通 因为什么呢 我也是觉得啊 这个事啊 要分开 这个卖淫嫖娼这个事啊 当然不是说就多值得表扬 对吧 但是呢 他这个 觉得大多数男人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 但是 但是这次的焦点不在于这个卖淫 他的焦点是在于法官 更大的焦点在于集体 这个集体才是整个这个新闻里面的最卖的要点 我觉得更大的焦点在于什么呢 这个尼某 你注意没有 你身为导演啊 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人啊 这个人是上海人吗 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你可不能得罪 就是 上海人吗 我都读一个段子给你听 关于关于这个 上海人的 不是 关于这个尼某的 上海法官夜总会 娱乐案 颇有启发意义 逐渐上海风格 一 受冤枉不上访 不上调 不去机场 不喊炸 二 接受裁判 卖房 还钱 尊重法治 三 胆大心细 起疑跟踪 不胡来 四 没有铁证不乱告 五 敌情重大 顺藤摸瓜 一网打尽 六 面对组织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知道 这个 这个尼某啊 就是 已经一年了 他现在去这个 纪委交代问题的时候 说随身还带着 他那个密拍 都有了吗 像Google那个眼镜 当然不是那种 Google眼镜 他的眼镜 是密拍眼镜 他都有这个工具 然后他一直就跟着 那个法官 叫赵明华 赵明华 跟了一年 甚至就是说 这个 他有几套房子 然后呢 他跟哪些女性 还有什么交往 然后甚至于 因为赵明华 没见过他 所以 你想 这个真是拍电影啊 他甚至说 赵明华的亲戚 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他都去 去了之后啊 他拍 看他跟哪些人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 一种什么心理 他就站在这个 赵明华身边 就拍 因为赵明华 不知道他是谁 这叫智慧型恐怖分子 其实呢 这个事情啊 我的感受挺 挺复杂的 他这个事情 因为他 你知道这个政府 接待基地嘛 那个地方是官员 接待基地 他们是 其实是 整个这个事情 是因为他们 保密不慎嘛 就是泄露了这个 但是因为他是说 遗失了一个包 去查那个录像 你明白没有 这个是他们 就是保护 私营 都不够好 这个基地啊 训练的不够好 然后呢 但是他也是欺骗嘛 这个事情 使我想到 最近你知道 那个南方 是南方周末吧 有一个叫财汇群 写了一篇 关于唐慧案的报道 嗯 就是有点翻 他说唐慧 在上述期间啊 为了引起注意 谎报了 其中有一个什么案 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受同情者 这些被迫害者 他们在反抗 报权的时候 他们使用了 不正当的手法 嗯 我当然不是把这两件事 完全混合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混合点 我跟我朋友就讲起 有个朋友就说 哇 这很可怕哦 就是讲上海这个事情 要是有人这样 在背后盯你 你都不认识的话 随便你哪一个 一个人这样盯你 这个事情是不是 就是为民生冤呢 是不是这个民众 抗暴的 这个一个好的途径呢 所以你刚才讲到 你被你一形容 这个细节好像更加 你还不认识 他就站在你身边 跟你拍照 是啊 是啊 那你心里没鬼 其实也不用怕 是在你身边都可以 也不能这样说 海陆 你觉得你看这个事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你会对什么细节 特别注意 我觉得我对两方面 比较注意 就是第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尼某啊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为了 深渊 我觉得他是一种 窥探心理 他已经是一种兴趣 我觉得因为跟踪一年 这个事儿 等于是说你来做 如果是说真的是 从报复心理来讲 从心理学来讲 那这个人一定是属于 那种极端报复性质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情况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觉得他等于是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他搜集了很多东西 包括说这个 所谓的集体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谓的一个嫖娼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怕流氓会打架 就怕流氓有文化 就像你说的 他用脑子 说徐老师 智商 智商 用智商来干这个事儿 我觉得特别像七宗罪 你发现 其实它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他用智商 来给你制造这样的一个案件 这是从尼某的角度 从所谓的官员这块 法官这一块 我觉得看他们这个东西 就是大多数讲 我觉得现在的公职员员的 一个权力的获得 它没有变成一个负担 或者用来约束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规范 就是我不能知法犯法 而是一种自由的获得 就是我权力越大 我获得的自由可能就越多 实际老师说 咱们在这电视台上说 法官怎么能卖英嫖娼 但是私底下谁不知道 谁不嫖娼 什么政府 你嫖啊 你嫖啊 政府干部 政府干部 嫖娼的 你得跟踪一年 对啊 你得拿到证据现在 你光说我嫖娼没用 而且你得拍到 有要跟他的吗 我得眼镜能拍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就觉得 可能作为一个男人 你得有些考虑了 就是有些个职业 你得选择接受约束 对不对 你因为咱们从某种意义上讲 很多非公职人员 你说这个这个卖英嫖娼 这是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 这是个老问题了 就像人家说了 有击必有压 对吗 但是呢 好像在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不是说 你要是公职人员 或者说是 美国法官要嫖娼 这玩意算够呛了 肯定不行 也不行 所以说你一个男人 你选择做某些行业 真是得事先想想 你要没准备 管束自个的话 你怎么管别人呢 对 你说的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 可能这些法官 他根本不觉得这是 他觉得男人去 这个是太平常了 我觉得时不时的 跟我们明星学学 适当的约束一下自己 甭管你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明星不敢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你比如说 一些言论 吃饭 比如说拍照 适当的 我就是只是类举 适当的 你要约束一下自己 时不时的也装一装 他们已经约束 已经约束了 已经有很多考虑了 你看他中间 还有一个尼某 他们这四个人中间 就是他们这个法院的 纪律检察会的负责人 你看他已经把监督部门的人 也拉进来了 所以这就完善了 而且他去的地方 又是专门接贷的基地 估计用的也是公款 就是录影带 不胜泄密 泄露机密 是怎么泄的 这还挺有意思 我的广告之后 我跟你们聊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杭州银行 信我 信未来 丙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江 五井共酒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你像我们徐老师 从西方回来的人 老是特别注意 说这个程序和手段的问题 对吧 你这是你最关心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事 我就还想问你 那中国现在 好像私家侦探 还不能是合法的 对吧 是吗 对啊 当然就是 它是个灰色地带 没有门门的时候 可以允许有这样的一种 对 你用这个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 那是公安局 才能有权用的 甚至于公安局 都要经过法院的批准 现在电视台 去拍人家假药什么 都偷拍的 在机器里面偷拍的 这就叫一个灰色地带 电视台还算是个职务行为 好比说我是个记者 但是好像这事一出来 大家自然都拍手称快 觉得你某太牛了 就得这么菜他们 对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要是咱就说这事都挺好 以后我跟你有仇 或者说我跟你怎么着 我什么特务手段都可以用上 为了弄你 当然你某种程度上 就像海陆说的一样 你法官 你要不 你就别干这个事 谁让你干这个事呢 你觉得这个里面 有个手段问题吗 当然有 我觉得这是分开 就是法官这个事情 发出来 揭露出来是要受罚 毫无疑问 但是一个普通公民 你谎称你掉失了东西 你去窃取人家的 本来监控录像 不管是商业秘密也好 政治秘密也好 本身这个也是违法的 那这个是另外受罚 可是他算公民靠命 他为了伟大光明正义的目标 中间使用这个手段 你要那么说 人家你某说了 说我去年是4月8号 还是9月9号 我就发现他嫖娼了 当时我打电话报警了 这事很有意思 我是合法手段 可是我报警之后 这警察根本不管 那么我才这样 那么而且什么原因 这人为什么要这样 我发现上海人说出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他说我那个官司不是说 他怀疑法官跟原告被告都是亲戚 所以就把我给不公平了 但是这种不公平 他就关键在于哪 我的生活 从富人区到了穷人区了 他还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人 对 因为后来法院就说 因为他老不服 法院就给他下了一个限制高消费令 你知道这限制高消费令吗 对 这相当于破产 就是破产的一个 对 你像我有些香港朋友 打官司 确实是很惨的 他在香港不能请人吃饭 对 他为了吃点好吃的 他偷偷跑到深圳来 还得让我们请他吃饭 你知道吗 因为只要发现你请人吃饭 就生活完全是就平民 从道德上来讲 以恶抗恶都是不好的 从政治上来讲 民众的小恶揭露出来官府的大恶 是值得肯定的 我是从这么两个层面来讲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大恶是 你知道我们大家现在不是关心这些法官 关了门 对那些施主女青年怎么做思想工作 我们关心的是 他们既然可以这样集体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们在判案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 法官要是在判案的时候 也是这样合作的话 那使我们大家的利益 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受到的危害 那才是更大的 这个才是大家的关系 我昨天这个节目里面得出了一个关键 就是送礼不能只送一个人 是吧 会团伙行为 这个中国梦跟美国梦的一个区别 就是一个是强调个人 一个强调集体 但是这个集体在这种事情上 强调集体就危险了 不是你知道 就是海陆你刚才提的问题 很到位 你可以去行会法官 这个 但是你不能只行会一个人 确实 这个前几年武汉中院闹出最大的一起 窝案就是13个法官 里边包括俩副院长 一堆副庭长 就是因为什么呢 你要打点这个官司啊 你确实他一个法庭 是吧 法官审判员 秘书 书记员 什么一直到院长 对 他把他一块 而且你给他送了礼 他还怕纪检部门 你还得打点纪检部门 对不对 但是但是你能理解吗 就是这一群男的 这么一起做这个事情 你从常人的心理 你能理解吗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一起做呢 哎呀 这 照说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偷偷的吗 因为我们是投票制嘛 这说明了 这些事 只要不被偷拍 不上电视 就是在民间社会里 我不能说所有的民间社会 在一部分民间社会里 这是司空见惯 正常社交的行为 可是这个大家都是官啊 都有一官半职 他互相之间不怕吗 你今天是好朋友 你明年明年也许就有关系不好了 你这不罢饼 你没听说吗 男人们要变成真正的好朋友啊 就得一起去干件坏事 所以就要 即便是说我 即便是说我今年跟你是好朋友 明年跟你不好了 但是这事我没法说 因为去年那事是咱俩一块干的 没错啊 你点我 我还点你 他们引申出来之后 最坏的情况是官场里形成这一种叫逆向淘汰 就是说你不做坏事 你就会被边缘化 当然 所以其中有几个可能本身无能啊 没错没错 没办法顶着上啊 你知道就是 这叫组织生活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听过不少那个好丈夫啊 海陆你们好丈夫啊 给我大土苦水啊 就说现在你知道我们 被逼的调伤是吧 被逼叫机啊 就是被逼叫机 你不叫不行 他说甚至我有的时候 那个真是有好男人 他甚至就说你为了招呼啊 你融入一个社会啊 他就带着这个 这个小姐进了房啊 他就给了小姐小费就回家了 老婆在家等着上海男人友好的 就回家了 他说我不嫖 他说但是呢 有些情况下 你不这样 你把持不住 对 我没把我说 日本人很多人下班以后 跟着社长喝酒 就这么回事 还有一个好处 你没想到 他一群人在一起啊 家里老婆打电话来 好交代 有说法 隔壁老陈就在那里 接个电话了 老陈关照一下 你叫老子要 别让他喝多了 对不对 你看 这交代的事情也解决了 怪不得集体 学老师都是有体会的 是吧 学起去 千千三人选广告 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徐老师老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男人要集体去干这事 他概括说是集体所有制 这真是 当然了 因为我现在本身也是集体户口 谁要动我户口呢 也是一大堆人 你哪集体户口 我北京的集体户口 我大学毕业之后落在剧院嘛 等于是剧院的一个集体户口 剧院 对对对 说清楚了 剧院 肯定不是剧院 虽然演过剧女 但不等于户口在剧院 对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投票嘛 对吧 投票它就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观念 就是代表的是大家民众的 所以这种集体所有制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集体行动的 你要是不行动 它会掉队的 怪不得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说 你跟领导做九件好事 不如跟领导一起做一件坏事 我以前没听懂这句话 我现在发现大概就这个意思 嫡系的来源 也不光是领导 就是说你当然这个卖淫嫖娼 咱们国家这个法统上来讲是打击的 可是我就是在说 在民间社会里 有些我前一阵就听一个老板 上海人 你怎么老听上海人说 那么多上海朋友 我比较喜欢跟上海人集体 集体办事 上海人你看 他实际做生意挺通情达理 他就跟我讲 他管理一个公司 因为他这个公司经常需要的是 他一帮公司的员工在某个城市 一工作就工作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然后就这么一种工作 他说他们就回来报账 他说如何避免我这个下属 就给我比如说报假罚票 或者贪钱在里头偷钱 他说我就是通情达理 他说你看 他们有时候报的费用 我说你们就按时报 剩下的 他说这些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他到一个城市 女朋友又不在身边 他有这个需要吗 他有这个需要 他要去嫖吗 我说他就说我干脆 你们就是这个娱乐费 我规定一个合乎人情的一个价格 是吧 你不能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去嫖 他说但是我能理解你一个周末 你说这个拿笔娱乐费来 兄弟几个 嫖了一回 他说我给报 他说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 这跟美军做冲绳的司令官说的话 是一样的 所以上海企业家他是很通人情 所以你看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 就变成说这个妓女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需求行业了 变成 所以这个东西你是打不了的 你演这个角色 你要去体验生活吗 去啊 怎么体验 叶总会 我也去 厕所里面 干嘛 厕所里边把门一关 你就听着妓女在外边 经常进来一个说 又说又来一个 说这傻貌 怎么怎么着 三分钟就搞定 对对对 然后说那个说给他扔两盘药得了 当酒里头 就这种特别多 妓女有很多手段 真的 当然 你就躲在你厕所的阁里待着 就听他们 当然 当然 因为小姐们上厕所 你没发现吗 也都是成群结火 基本上很少有单独去厕所的 小姐们也喜欢集体 也喜欢集体 集体活动 对 因为大家都想翻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隔墙有耳 隔墙有眼的这种 你今天社会特别是有这个玩意以后 你说这个人 他能够 这个妮某能够处心积虑到 几十个小时的监控录像 你想他最后是捡出来的 就找找找找 不过这几个法官据说现在都停职了 停职了 我觉得这有点浪费人才 他们应该调到北京去工作 北京现在李某某的案子 不是辩护律师往嫖娼什么 卖颖方向发展吗 对 他们是专业 对 他们专业 有生活体验 到时候比较通情达理 所以中国不是流行异地审判吗 国西来不是山东省的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应该调 或者是把那个李案调到上海去审 请这几位发挥余热 你说今天这个人民执法的时代 这个法官是不是 你得在个人生活上特别严格 因为你看 他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个冤假错案 这也得调查之后再说 但是如果说一个被告 我对你法官判的案子 我认为不满 我怀疑你的话 我怀疑你 那我可以查你生活一切方面 不过这里边中文翻译有个问题 其实法官不是官 理论上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在中国是有特殊情况 中国五十年代以后 为了缓和官民矛盾 把官子从我们的字典里取消了 什么都没有了 都叫领导啦 勤务兵啦 公普啦 等等等等 只留下一个官就叫法官 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 你看你现在看晚上的跟帖 对这个事情 下面就说 身为人民公普 怎能这样什么什么 人家法官从来就不是人民公普 人家应该 我说应该的 应该他是专业人士 你想想法官应该是政法学院出来 他不应该是个官员吧 法官不是官员 这就是咱们中国为什么说法制很难搞的体制上的原因了 法官还要受行政管理 法官拿的是谁的工资 谁给他出工资 法官是公务员 法官是公务员 算了算了 公检法 公检法是一个系统的 这事你们我们怎么清楚呢 这事你们不知道吗 开玩笑 我还以为 而且你知道谁给法官行为 在大陆 律师 代表人 代表你一切行为 这个律师是辩护的 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律师就是打点的 中国什么弄的都跟清朝差不多 对 就是律师是干这个的 而且因为他们都是大学同学 法官律师检察官 你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